就那个彩礼钱就给你拿回来 然后给你装修房子 懂不懂 同不同意 结婚我都同意 那就这样办了吧 这不摆喜酒 旅游结婚 你看嘛 可以 那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要去旅游 那肯定我们一起有空 旅游什么时候都可以 装修好房子再去旅游 还是 还是 装修好房子再去旅游是吧 明镇节是什么时候下班 下下班了 行 那这样说好了 拜拜 快了 同意了 这次财礼 他给你 你带回去 都带过来 做修房子 他这样子说呢 嗯 不行 你要面对面跟他说 问清楚了说 他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晚上我就问他 绝对也同意了 旅游结婚 搞定 嗯 嫁出去了 这个好漂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姐 刚刚小九打电话给阿萍 问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愿意跟我去领证 他说结婚他都同意了 就是因为徐姐就比较想装修家里面 然后大哥是这样子的 要么给彩礼要么装修房子 就是徐姐的意思就是说 他把钱给你做彩礼 然后回来你再带回来对不对 就过一下手嘛 然后再带回来给他装修房子 毕竟以后是你们两个人过日子 你可以不要看你爸妈同不同意 你哥同不容易 威胁我妈我哥 如果可以的话 他说随时都可以结婚 我都说了嘛 肯定是没有钱嘛 好不容易凑个彩礼钱了 就同意了 肯定是今天卖过凑个彩礼钱了 我们不知道 先问好我爸妈 那个彩礼 他收不收些 收不收的话就直接 你爸妈肯定也不要 是吧 女儿那么大了 肯定女儿的幸福重要 希望我能过得好一点 所以你们把房子装修好了 这样子住的也舒服一点 反正大哥已经同意结婚了 肯定是想开了 肯定看到我们个个都是成双成对的 心里也不舒服了 赶紧找个老婆 那这样子就算成了 成了 你马上再回去好好喂一下 我们现在到三点三去 看一下那个卧杆 什么时候在 看一下因为年轻下有年后没下 这也没掉多掉地下 太高了气得喘不过 爬上来咳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